月落乌堤 霜满天 光风如火 对寿眠 故书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 到客船 这首是唐代诗人张继所作的诗《风桥夜博》 凭着这首诗在后世读者之中辰转传众 令到《风桥》和《寒山寺》都能得响大名 而且相信会永随不恼 《寒山寺》在苏州昌门西边七里左右的《风桥》旁边 因此又称为《风桥寺》 《寒山寺》建于六朝时期的梁朝天监年间 即是公元502年到519年 距离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它原本叫做《妙利普明塔苑》 到了唐代精冠年间改名做《寒山寺》 讲起寒山寺 当然要讲一下和寒山寺有关的两位出家人 寒山和实德的故事了 在很久以前 来苏州城都挺远的一个村落 住了两个很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生得面圆圆 身体结实的 虽然他们两个不同名 不同姓 但是感情之浓 是有甚于一般亲兄弟的 这两个好朋友 年长的一个叫做阿强 家里很穷 父母又一早去世 身世都挺凄凉的 后来 他学到一首《汤珠》的本领 所以就能够赖以为生 这一天 阿强兴充地去找他的好朋友阿明 阿明 阿明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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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跟我一路走,我一路說給你聽 好啊 去哪裡啊? 嘿,阿明,你看我拿著工具就知道我去哪裡了 去湯豬啊? 對,就是去湯豬 強哥,為什麼今天你去湯豬要拉我去呢? 今天不同了,一定要你陪上去才行 強哥,快點說吧,不要再賣關子了 好啦,其實呢,阿明你也知道,我已經三十歲有多了 早前,媒婆李大娘跟我做媒人,說成了一頭親事 這麼好啊?喂,怎樣啊?對方姑娘答應了沒有? 嚇了頭了 那真是好了,強哥,恭喜你了,我有嫂子了 不知道嫂子是哪家的姑娘呢? 哦,她的家境跟我一樣的 父母就一早就去了,家裡就只有她一個人 那她呢,就養了一隻豬的 她想在過門之前,湯了一隻豬來祭祖 那就找我幫忙湯咯 哦 但是你知道啦,我們未成親的嘛 一個人去不方便的,那就找你一起咯 唉,哥哥這麼大的喜事 做弟弟的當然是樂意奉陪啦 對了,強哥,我的未來的嫂子到底是哪家的姑娘呢? 就快到了,她住在前面青山灣 到時你叫她鳳姐啦 啊?是小鳳姑娘? 是啊,喂,阿明,你認識她嗎? 啊?不是,不是,我不認識她 哦 哎呀,是小鳳呀 為什麼強哥,哪邊要選中她呢? 唉,又不能怪強哥的 他又怎麼知道我... 阿明呀,阿明 喂,為什麼忽然不出聲啊? 哦,沒事,沒事 走快兩步吧,走快天黑的啦 去完鳳姐那裡,我還要去另一個地方湯珠的 強哥呀,還要再安裝一碗飯呢? 唉,不要啦,現在已經很晚了,我要先走了 因為人家等著我去湯珠的 等著我呀,我都吃完了,一起吧 唉,阿明,說起你呀,真是猛的 唉,這麼大的人總是怕生寶的 來到這裡呀,一直都不出聲 人家的姑娘就說不出聲怕難為情而已 你又變得這麼害羞也有的 唉,我... 我...我什麼?我... 你留下吧,幫你鳳姐的手,收拾東西 我又趕著去啦,唉,就這樣啦 強哥,慢慢走呀,謝謝你幫我湯珠 唉,小鳳,大家都自己人,不用這麼客氣 就這樣啦,我先走了 唉呀,糟了 哈,刮豬毛的鐵跑 留在小鳳家的那個湯珠缸的地下 唉,不知道做什麼的,這陣子總是沒有記性的 沒有了個鐵跑,怎麼跟人湯珠呢 唉,唯有走回頭 就去小鳳家那邊拿回啦 唉呀,唉,門已經鎖了 看來阿明都已經走了啦 啊,或者小鳳都睡了啦 那便無謂拍門叫他啦 只會吵醒他啦 唉呀,可以 等我爬上那邊那棵樹,跳進去就行了 好 唉呀,嘩,真的,不會高的 唉呀,唉呀,行了 唉呀,讓我趕快找回那個湯珠跑先 嗯,啊,在那裡 唉呀,真的 唉呀,有人哭的 好像小鳳在那裡哭 不行 讓我過去窗口那邊看看 看看他做什麼才行 唉呀,小鳳,不要哭啦 事到如今… 唉呀,是阿明的聲音 他還沒走呢 沒辦法的啦 強哥根本不知道我們早有交情 如果他知道 他絕對不會拆散我們 何況他還沒知道呢 你不可以說明白給他知道嗎 不行的 唉呀,強哥這麼喜歡你 我怎麼可以跟他爭呢 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了 唉,原來我們兩個兄弟 同樣喜歡了一個姑娘 我知道 是,雖然這個姑娘是好 但是,我們兄弟感情更加深厚 好,我就讓給阿明 阿明,娶小鳳呢 我寧願不要姑娘,要兄弟情 好,就這樣做 小鳳,我要走了 從今之後 我只可以叫你一聲阿嫂 你跟著強哥一定會幸福快樂 我祝福你們 阿明,我送你出去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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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 你幹甚麼? 傻了這樣 誰在門上畫了一個和尚? 誰來過? 是強哥 強哥? 他聽到我們所說的 他想成全我們 那他去了做和尚? 我想是 對了, 小鳳, 我要去找強哥 我一定要去找他 找到他之後, 也要和他一起出家 阿明, 萬一, 萬一你找不到他呢? 萬一我找不到強哥, 我就永遠不再回來 阿明, 阿明 當時阿明已經聽不到小鳳的呼喚了 因為在阿明的內心之中 一直想著一定要找到阿強 和再找回他們的友情 一路上, 阿明到處打聽 問人有沒有見到 從遠方來的客人在附近落腳 或者有沒有見到 陌生人在附近出家之旅 最後他滿面塵土 形容潮水地來到蘇州城 聽說, 離城七里的河山腳下 封橋旁邊的草鞭道 最近來了一個和尚, 在那苦收 阿明非常高興 因為他知道一定是阿強來 他急急忙忙地趕去 而且想著, 馬上就要見到強哥了 那送些什麼禮物給他好呢? 當時, 路邊的池塘道正盛開著 迎風送香的河花 於是, 阿明就截了一枝最大最紅的河花 在見面的時候送給阿強 而當阿強見到阿明來到 亦都高興到不得了 馬上拿出一個盛載著素菜 用竹滅編織成的食盒出來 他們兩個歡歡喜喜地跳起舞來 這種情況就是我們現時 仍然可以見到的那張明畫 和合二仙全友情所畫的情況 復畫畫著兩個同樣是面圓圓 身體結實的人 他們穿著破舊的衣服 而且露出空塘 其中一個拿著一朵新彩澤的大河花 另一個拿著盛載素菜 用竹滅編織成的食盒 開開心心地手舞足道 不過可能由於一般人都不認識他們 只見他們一個拿著河花 一個拿著食盒 而河字在中國很多省份 和和字是同音字 因此就叫這兩個人做和合二仙 而這二仙就是阿強 即是法號韓山的和尚 和阿明即是法號十德的和尚 也有人說他們就是佛教裡面的 文殊和普賢兩位菩薩的化身 當時他們在相見的地方 建了一座寺院 改名做韓山寺 據說這就是蘇州韓山寺的由來 遊覽韓山寺 最為遊人所關心的 可能就是張繼風橋夜博詩 入面夜半鐘聲到客船 那個聲音宏亮的大鐘 舊時的詩人辭客 大概也是受了張繼這首詩的影響 一淫泳到韓山寺 總是會提及這個大鐘 例如宋代孫迪過韓山寺這首詩就說 白手從來一夢中 青山不改舊時用 烏堤月落橋邊寺 溪枕遙文半夜中 另外清代胡惠恩宋春池就說 話舍蒼台墨上鐘 一春心事怨吾濃 曉風玉線遊詩玩 仇殺韓山寺女鐘 對於韓山寺道的那個大鐘 還有人傳說 舊時韓山寺道敲一下鐘 連大海東邊的日本也會回應一聲說 說到這裏你大概會說 這兩下鐘聲相應距離未免遠一點吧 老實說又真是遠一點 你說不可能嗎 但是當你聽完以下的傳說之後 你或者就會改觀都不定 而且這兩下鐘聲相應 不但是鐘聲的傳播 同時也是兩個人深聲的呼喚 這兩個人就是韓山和什德 話舍阿強和阿明兩個人 在蘇州韓山寺落腳為憎 變成韓山和什德兩位和尚之後 有一年發生水災 大水幾乎將江海河湖全部連接起來 當時真是水連天天連水了 而韓山寺也變成四面都被水圍繞著 這一天自園門口的水邊 不知道從哪裏飄了一個青銅古鐘裡 這個大鐘浮在水面 順著波浪起伏 不斷地撞在岸邊的石頭裡 發出一些當當的聲音 嘩 嘩 嘩 你看看這個鐘多大 嘩 嘩 而且那些鐘聲 還很清脆悅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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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鐘的鐘口 雖然朝天 但是沒有放過一滴水柱 一定是上天賜的神鐘 嗯 沒錯 我們快動手把神鐘搬上岸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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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口 嘩 來來來來來 socio 你只會不出力也沒有出力 不要呀!我已經好出力了 來!來來來 出力子呀! каждый集用竹 怎麼拉突出無 devi動 mobilize又沒有一點 你整團骨仔 我看來這個蹲蹲豐不想被弄名 爲何 Tennessee拄 не拉 不行,就算用杜草灰搓成繩,都要拉個鐘上來 是,我相信一定有辦法,再來試過 我看都是沒用的,只是耍心的 這條那麽鐘的麻繩都幾乎拉斷了,鐘就動不動 還有什麽用杜草灰搓成繩來拉,我未聽過 是呀 喂喂喂,你們聽一下鐘聲 我聽到了,好像是奧魯來 奧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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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呀 我明白為何奧魯來 你也有名 當然,你聽我解釋 因為現在寺裡面,就來了一個湯珠的屠夫 湯珠就是不乾淨的 那麽不乾淨的佛門 這個是神鐘,你們都說神鐘 神鐘當然不去那麽不乾淨的佛門 神都說是乾淨的 那麽不肯上岸 是呀 那麽不乾淨的佛門 既然那鐘不肯上岸 就推開這個鐘算了 他們傷害了韓山的心 好了,讓我來推開這個鐘 嘩 嘩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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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實德也有個鐘 是呀 他想用天竹,推開那個鐘 我說他傻呀 怎會推你浴啊 浪費氣 還有呀,還有呀 而且還有額水 更加無可 是呀,是呀 水淺,水退 我跟實德的緣份可能已經盡 現在是我們分手的時間 嘩 喂,喂,喂,喂 你看,動啦 真的動嗎 是啊 是啊 實德還隨著鐘 一直飄出去 喂,喂,喂 那怎麼辦,他現在越飄越遠 對呀 過美佛佛 實德法師成佛 成佛 成佛 阿彌陀 阿彌陀 實德 韓山 實德 韓山 實德在古中喊韓山 韓山亦在岸邊喊實德 他們兩個人你一聲我一聲 一聲接一聲地喊下去 一直喊到雙方都聽不到對方的聲音 又見不到對方的時候才停止 後來實德坐著古中 一直去到一個叫薩提的海島 相傳薩提就是今天的日本 當時薩提人對飄去的中國人都很客氣 他們不但幫實德上岸 而且還把古中拉上岸 實德上岸後就把古中送給薩提人 而且教薩提人種米 養蠶 種馬 和砌造房屋 據說日本人現時穿的和服 其實是應該叫做吾服的 因為吾是蘇州的簡稱 而吾服就是指由蘇州傳過去的服裝 再說回韓山 他在十德飄走了之後 因為思念過度 竟然到了病入高坊的地堡 指導的和尚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敲鐘尋忍 他們想著如果十德飄去附近的島嶼 聽到鐘聲就可以跟著鐘聲回來了 於是和尚請了駐鐘像 仿照原先那個古中的模樣 駐了一個大銅鐘 而且高高地懸掛起來 稱為一方敲鐘八面陰 大鐘駐城之後 日日敲時時敲 就夜不停 對港水是能夠傳聲的 果然十德在薩堤道聽到韓山的鐘聲 他也敲響在薩堤道的那個大鐘 兩下鐘聲雖然隔開千里萬里 但是這邊敲一下 那邊就會回應一聲 到那邊響一聲 這邊也會還一下 他們兩個人用鐘聲傳話 將兩個心連結在一起 這件事傳開了之後 令到日本人對於蘇州的韓山寺 幾乎是家喻戶曉 老友皆知 後來甚至日本的小學到 都將張繼的風橋夜博師作為貨文 來講授和背仲 到今時今日 日本人到蘇州也必定會去韓山寺遊玩 他們除了沾養張繼的詩碑之外 通常又會買一幅韓山和十德的帳 另外再探望一下子道的那個大銅 不過現時的那個大銅 聽說是在日本明治三十八年 即公元一九零六年 由日本的小林城等等一班工匠精心駐造 然後送去蘇州 至於原本那個大銅 就不知怎樣 竟然不逆而非 有人說 亦都是被日本人偷了去的 更多人康有為提韓山寺師就說 忠聲已渡海雲東 冷盡韓山古字風 密使風乾又搖舌 他人再渡不凶凶 凶凶 凶凶